你拿汪晴的身份证复印件干嘛 我为你画 不干嘛 能拿复印件肯定是大事 我是小宝的妈 我不能知道吗 你是谁的妈 也可以不用知道 既然你都说出这种话了 可以 那我这个小宝的妈 就把小宝给带走 你这辈子别想见到他 你不要干什么 你把孩子放下 你 你快 靳远 你看 你把孩子 靳远 靳远 真是个扫不心的 只要有他在 就别想过清闲的日子 狐狸 你站住 狐狸 狐狸 你怎么那么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 今天是我爸妈的结婚纪念日 你还好意思说我 同样是前妻 为什么汪晴能参加我就不能参加 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难道不是小宝的妈呀 当初辛辛苦苦把小宝生下来 冒着生命危险 一个孩子的妈不是妈 两个孩子的妈才是妈 今天是汪晴请客 人太多不合适 好 那我问你 拿汪晴的身份付印件干嘛 准备复婚啊 什么复婚啊 公司要上市 做股东登记 那为什么汪晴是我不是 当初是因为她才接了刘总的这个单子 让公司起死回生 为了表示感激她 所以给她这个股份 我不管你什么理由 反正你给了她股份 她也接受 这是事实 她没有接受 小宝也是你的儿子 你不能够不公平 你坚平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那好 我不想让我的儿子 在没有父爱的环境下长大 再见 不励 行 我给小宝股份 我反对 你不能这么做 不管她怎么胡闹 你都不能把股权给她 你要知道我们公司要是失去大部分股权的话 我们公司完全可能面临失去经营权的可能 再说了 她也不是什么善谈心理 你要是心软 招成了严重的后果 那可就后悔冒击了 你不为自己小 也得被汪晴和两个孩子下场吧 邓丽芳 你够了啊 这是我跟尹建平的家务室 扔不到你还插嘴 尹建平 你堂堂一个大老板 怎么自己的股份不能自己做主吗 男子和大丈夫一句话 你给不给 我能等 小宝不能等 是 你们的家务室我是管不着 但这关系到我们公司的股份 我作为股东就有权顾问 再说了 她要转让股份的话 也得经过我们公司股东同意才行 那好 邓建平 跟你亲爱的宝贝儿子说再见吧 伯令 刚才立方说什么你都听到了 关于股份这个事情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考虑 你少来 你哪一次不是缓冰之计啊 从我把小宝抱回来开心 你们就一直在托 为了小宝我一切都能忍 但是今天我绝对不会再忍了 这样吧 我知道你需要钱要做生意 那你明天到公司里来 我先给你一笔钱 这还差不多了 我帮你叫辆车 疼 怎么又疼起来了 我看你在餐厅挺好的 这难得看到全家团业 我忘了疼 你说这狐狸一闹吧 我这神经一紧张 我这又疼起来了 怪了事啊 她怎么知道咱们家今天会餐 是我跟她说的 她打电话过来说 想把小宝送到家里来 但是我想家里不是没人吗 就跟他们说 把小宝送到餐厅里去 怪不得我看她 一副女儿来的样 打烊了 嗯 怎么 还在为狐狸的事能过啊 其实她折腾她的 跟你没关系 反正你也打算 不想和尹建平再有什么瓜葛了 再说了 你是小致和豆豆的母亲 光明正大 干嘛要躲着她维闻自己呀 狐狸一副不衣不饶的样子 如果我要是在的话 只怕她会闹得更凶了 眼不见 心不烦呗 其实怕你心烦 本来不想跟你说的 可我实在忍不住了 这个狐狸实在太让人讨厌了 今天阴阳怪气的 故意挑咱们餐厅的刺 搞得包房里的人都不开心 还为了什么股份的事 和尹建平在餐厅门口 大叫大嚷的 事实都想跟你比 这想起她以前的种种手段呀 你还真得小心 她再做出什么 对你不利的事 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我就觉得有点想不通 你说狐狸她这么闹腾 她不累吗 我已经跟她说得很清楚了 为什么她老是把我当成敌人呢 这还不怪尹建平吗 都怪她做事不经大脑 黏黏糊糊的一点都不干脆 你说她要是如果处理得好 狐狸哪能折腾起来呀 我坐在这儿 想了一个晚上 不想还是应该把餐厅做好 攒些钱在城里买套房安顿下来 然后把小吃的豆豆借过来 一起住 这家家有本啊 难念得经 您好 我找你们颖总 请问您怎么称呼 我是她的好朋友 你有预约吗 我跟她的交情不需要预约 请问您尊心大名 你 我认识她 颖总在办公室等你的 去哪儿啊 这边 我被她给气糊涂的 来了这么多次还记不住 小宝呢 一早就送去你家了 对了 这几天啊 我还回深圳看我妈 我就不去看小宝了 妈 我以前没听你提过她呀 还不因为我爸妈离婚了 当初闹得不愉快 我就没提了 知道了 你这间办公室挺漂亮的 而且你坐在这个位置上 挺像老板的 你以前又不是没来过 根本没变过 还是以前的样子 那我不很久没来了吗 你这缺不缺人啊 你干吗 我在做微店 收入不是很稳定 就想干脆来就上班 第一 我们这儿不缺人 第二 树叶有专攻 你会干什么呀 我会干什么 计算机是我的强项的 你 你 你坐在计算机面前 完全就是一个白痴 你会干吗 那白痴也是之前的事了 在广州半年 搭着肚子不能做模特 就 我只能自食其力嘛 我可是发愤图强 脱胎换骨了呀 不信 你随便考考我 行了行了 我还有事 你赶紧先走吧 贱嫡 我别的职位不敢奢求 不过 当你的助理 是匆匆有余的 行啊 狐狸 我们俩之间 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心知肚明 如果不是因为小宝 我不可能跟你 有任何的牵扯 知道了 知道了 你不是就想 跟那个汪情复合吗 不过我告诉你啊 我狐狸在的一天 你休想